这个名我可认识 小巴尬 小巴尬刚才申请联麦了 巴尬呢 小巴尬 小巴尬 大舌头狼鸡那小子 点联麦 赶紧的 我给你抠个天线 你们四个人凑一起快点了 小巴尬 小巴尬呢 小巴尬 点联麦呀小巴尬 今天不想挨骂呀 赶紧上来快点 抽千言宝不抽一桌了 快点点麦自觉点小巴尬 小巴尬 小巴尬 刚才联你给我挂了干嘛 啥时候给你挂了 我操我刚才联了 你后来给我挂了 随便说点啥 随便说点 随便说点那个 对比言论 完了我准备给你 老瓜跑尾尔当天线宝吧 抓紧 我操我现在爱国 我现在老爱国了 怎么了 怎么良心发现了呢 我跟你讲 你没看我名字都改了吗 现在这不还是小巴尬吗 这他们傻小巴尬呀 他们繁体中文看不懂啊 那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不是之前那个日语那个了 那他们当然不是了 那日语中有汉字 不代表说是 就他们是日语啊 现在不看那个日本明星了 什么 什么 什么那个 什么公司生优那个 不看了 还看呀 咋了 见词的那么还看呢 我我得以看点日本的不行啊 国产的没 行没问题 没问题 国产的啥玩意没质量啊 国产的片没质量啊 不好看太尬了 那倒是没毛病 他妈那个剧情 我上去演都行 不是 其实你从日文的角度 因为他讲的是日文 你听不懂 从日文的角度 他们演的也在干 就是人家 日本那块这个 发达了 人那块 是他们演的多点 但是他们演的也挺干 就是你想你想 你看幻想画面 怎么不干 你幻想这个画面啊 你看所有人看什么样 后面一个老厨房灶台 完了前面这块是个门 进了以后 有个换鞋的小鞋凳 现在此时 这个他老公的领导 坐在小鞋凳上了 一脸坏笑 所以你也不想让小巴尬 个公司里面难做吧 这边女的一下 把头低上 他心情话 当时他的表情 他的潜台词 是我他妈哪有老公 你唠的 可是我今天是老公绿死的 一天晚上八分 一站八分别 但是他在说 先生不要 你做他他妈也挺尝 你沾点重阳媚外 不是 对不对 他那边 这个东西 你要存 你要存到这个 我告诉你韩国的 我看 韩国二级的 其实是 演的相对来讲 自然一点的 正儿八经 不是我这边没资源的 我韩国都找不到 你叫上歌 我给你发一个 真假呀 我告诉你 我那里面全都是啥 全都 你知不知道韩国有个电影公司 就是他每次电影一开场的时候 就是一个东西 掉个小盒 不是 怎么整好几身 那个 没见 就是那个公司排的 那公司排的质量相对来讲 比较高 而且巨型来讲 是非常合理 你聊这个不怕被疯 啥玩 学习电影文化有啥毛病 你说咱现在宣扬的 什么价值观呢 你聊这个 什么价值观 那他们肯定得学习 该学习的学习 你学点好的 你非学那些不好的 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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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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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豆太尬了 某豆 某豆 出过一期王者荣耀的 现实 那个BY 后面插个椅 他后面插个椅巴 勾起来的 王朝军 生死吧 这边王朝军 不知道跟哪里 扯上整个拐杖出来 不可能 冰雪 护身 他俩被旁边 挑好金穿 跟老背带裤 过来一起嫩嫩 有人看过那期吗 国产也有那种质量高的 但不是演剧情的 就是那种去探花的 那不行 那没意思 那一点意思没有 真纯论国产 弯弯那边的不错 你 我耳机没电了 我充个电 什么耳机 我充 是不华为的 咋的了 我他妈拿的 不合了五个小时 没电了 不合理 华为不好 没事没事 好奇 遥遥领先 那哪不好 你说我听听 不是说他哪不好 就是说 我反正是没这个需求吧 我只能这么讲 你得 我跟你讲 需求这东西是这样的 比如你得有胃 你才会饿 才会对食物有需求 这是道理合理 你对国产片没需求 说明你没有海螺子 谁告诉你 我对国产片没需求 你海螺子 你海螺子 现实跟棋子是就正常 你就正大点 你掏出来 掏出来 这他妈也开不了视频呢 你发成作品 我给你点赞 我给你投抖架 拿了个B 这他妈B站 就比他妈那傻呀 能他妈罚吗 他讲话七子 七子就正高里面 七子正高不能捏 一捏现实全是屏 我就这么告诉你 多了不说 看得好像正条 正条全是屏 你看我啥呀 确实呢 我怕你扎着我 我怕你扎着我 我手不够扎出血了 你让我想起我小说 验血那真 你扎着谁呀 你怎么能吹牛逼呢 你不想见下咱俩家伙好友 咱俩先下家伙好友 咱俩怕枪把枪插最好状态 咱俩直接视频开队 你真能吹牛逼呢 咱有水没水另讲 咱那个口径绝对大 我这他妈 我这点 我这1.5的这类子的 你他妈不用 女粉群跟我用 你能不能聊点真经 我女粉群要 我等我拍一下 来吧 你今天有什么观点交流 我将举给你变成天线宝吧 我呀 这最近呢 去咱这祖国的大江南北 我看了看 你真能吹牛逼 你但凡坐火车超过俩地方 你但凡坐火车超过去俩地方 你都算挺那啥的 大江南北 你上哪儿来 直接说 然后我又跟我 就是有些在国外 有在加拿大 有在日本的 然后有在那个地方的 不方便说的 我又跟他们问了问 他们就清一色 都说是国内好 怎么怎么样的 比如说有在日本说 日本最近经济都快崩溃了 啥啥的 然后有在加拿大说的 加拿大也没那么好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我就去看了 咱们这块的 咱国家 你像杭州的有 是吧 我还去北京看了 去那个雄安新区看了 中部的那些城市 去过陕西的 那个西安 包括它周围的一些小县城 甘肃的天水 然后就这么几个地方 就穷的富的 我大概都看了 咱们这块 近几年 不有个扶贫吗 就是让这个发展 更均匀一点 就说实话 其实就是 拿咱们国家的这个 税收去干这个事吗 就比如说 给穷的地方 学高铁 给云南学高铁 你给四川的块学高铁 然后呢 包括还有一些扶贫 给那贫困户 直接发钱的 怎么怎么着的都有 在那地方修学校 我说实话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啥呢 这些地方 坐的 咱该说是不错 那确实不错 基建也都看着挺长的 挺大的 就是没人坐 就比如说那高铁 上座里有的没几个 还有就是那学校 咱说实话 咱都国内当过学生吧 形式主义 挺严重的 是不是 你要说 肯定全世界 它都有形式主义 都有人形式主义 这个咱承认 美国它肯定也有 日本也有 但不是说 美国有 日本有 就证明它对 就不是说 美国人它干什么事 就对 你知道吧 比如说美国人 它整这个 这那的政策 它整不好 它不一定代表 我们这块就整不好 反正综合感受 就这个 就是很多东西呢 你说它该挺长的 就挺大的 也确实挺大 但就是坐的人 没多少 你比如说 还是跟你说 那个高铁 我不是说 古吹斯有话 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 你说你坐过 那个咱这儿 通西藏的高铁 包括通云南的 包括通东北 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 东北啊 包括往东北跑的 那些高铁 我说实话 真没几个人 有时候除了 你看春运呢 有些假期 有些旅游城市 它有 剩下的真没多少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就是学校里 这个形式主义的问题 就本来 就比如说啥呢 我给你举个 最简单的例子 就很多事 它不干 对大局完全没影响 但这个学校 它就非逼着你去干 就比如说 小学都带个红米金吧 嗯 咱就就这两个问题聊 先聊着这个 基建问题 是吗 红领金 红领金带了咋的了 现在带的红领金 是走形式啊 不是说走形式啥的 就是说 他很多人 他压根就对这个 没个意思 他也不是说 真信仰点啥 你知道吧 你完全跟他 你小的时候 带红领金的时候 你懂 你小时候带红领金的时候 你懂含义吗 你现在你也不懂啊 你不懂 你不能说它没有意义 第二个 我问你一个 高铁 高铁如果 比如说 像你说通西藏通甘素的 如果一个月就一胖的话 你觉得人多不多 不是关键高铁 它成本很贵啊 不是你回答我呀 如果一个月就一胖高铁 你告诉我 人多不多 那挺多呀 咋了 这也是为什么 你他天天 一天好几趟 所以少 人少的原因 对吧 可是你像金库高铁 像金行 那挺多呀 是 去往大城市人多 去往小城市的 如果要是一周一趟 一个月一趟 他人是不是也多 没错吧 所以他一天走两趟 他人就会变少 没错吧 对不对 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么多趟呢 这就是问题关键 你讲讲为什么 你说 你就按照你的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趟呢 是为了赚钱吗 那肯定不是为了赚钱 这赚啥钱 都他们赔了 就是高铁 我没记错 复占六万亿吗 我告诉你 就算印度 也有火车 印度之所以火车 外面会挂那么多人 你看过印度火车 外面挂全是人吗 看过没有 好几十年前的了 哥们 人家现在 现在也这样 不讲也挺好 现在梦买 火车进梦买 他们就个火车道旁边 二十厘米 那火车就能刮到人 摆地盘 一样的 知道为啥 他那么多人吗 如果那火车 如果那火车 一天也跑两三趟 他人就不会那么多 如果他也同样有很多线 他人就不会那么多 如果他有很多线 他就叫什么 他就叫交通便利 他就交通发达 他就叫基建 就叫基建现代化 你现在说人少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代化 明白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 人少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代化 你等会儿啊 其实你说这些 你做这个道理 你可能不明白 你觉得这个东西 他每一趟车 都收花钱的 或者怎么着 你体现现代化 交通发达 也是其中一个要素 你不做 别人要做 假设说 今天你现在 此时此刻有急事 你买飞机票 又买不起 又觉得贵 或者是你天天 都有这个必要去做 为你一个人开 就这趟车 就你一个人 你会不会怪自己 我真他妈多事 什么叫以民为本 是以前 以前为本的话 我告诉你 资本主义 以前为本的话 就不做这个东西 就没必要 一天一趟 五天一趟 三天一趟 就这个点 这就叫以钱为本 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 就是你有没有人 我都跑 我让你足够便利 懂吗 你要把这个东西 换个角度去看 不是不是 你听我讲 懂不懂啊 就是你说的 这个以民为本吧 你可能说咱这边意识形态 就是跟西方那边不一样 其实你刚才跟我说的 核心观点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修这些高铁 它不是为了盈利 它是为了名声 是吧 你就这意思 高铁玫瑰 你提供便利 对吗 你就这意思是吧 啥叫我这意思 高铁有没有给你带来便利啊 有啊 怎么了 有给你带来便利的话 不是服务于你吗 不是我凭什么让 让国家来服务于我呀 你有这个 你有这个觉悟很好 那你凭什么享受着国家的这个 比如说网络啊 医疗啊 公共设施啊 治安啊 你想说这干啥呢 你咋不死呢 你上东海呢 挖跑个眼 你当天线宝宝呀 你跟刚才那菜花 和刚才那个傻逼 那个马斯克 六四克 你们仨一起 楼一起 兜地主啊 你们仨一起 当天线宝宝就完了吗 有骂人是吧 有骂人是吧 我不是骂人呢 那你讲话 以你为本 不对 不以你为本 不关心名声 你他妈想咋的呀 地上待不下你了 你又上天哪 你是精卫呀 那些东西 就是不关心名声了 你废话 你妈比关心名声 所以体现出来的东西 就是啥 交通便利 所以每一个车 自上都不用很多人 大家会根据 自己的时间去排 而不像是你小的时候 你妈带你淘大黄 那时候买个必要火车 不要还等三天 明白吗 才要还要在后车室 在后车大厅里面 睡到后半夜 以前的后车大厅里面 没有个后车大厅里面 睡觉的吗 睡到后半夜 开旅店 开旅店不合适 就剩几小时时间 往那一趴睡觉 所以这种现象 才能减轻 时间和技术在进步 你再进步 也是直接体现出 你有高铁和绿皮火车的 速度区别啊 不是 那很多地方 他有必要修那个高铁吗 我就好奇 靠你妈 没必要修 人家要出来 说你妈 你妈跑过去 四脚着地 脖子你过来啊 你妈是萝卜呀 不是不是 咱理性讨论 我不是说骂人什么的 我讨论不理性吗 那你骂人干啥呀 就是铁铁 现在我是干肃的 那你要不你来 你给我上上课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今天我家里有点大晚上的 我不太方便大声骂 你家人都不是人 你现在晚上你推开门 你家人都变成骡子了 你家现实都他妈是骡子 那以前没车的时候 你妈现实一个变身 满月的时候 他晚上能变成骡子 人家西方能变成骡人 你妈变骡子 你爸是骆驼翔子 你爸是骆驼 你妈是骡子 你爸拉货 你妈拉人 你妈跑的快 你爸你爸拖东西拖的多 现实你他妈是驴马烂的 你狗逼不是 你他妈坐高铁 应该给你关窗外边 我还会断头台 我还会断头台 我会报帅 我还会英格雷 我会弹唱 你跟美国待他们这么多年 咋讲 你自己搬吧 来吧 那咋的了 那你看那么 你不问我会啥吗 我说了 然后呢 你说你他妈聊两句 我会吐烟圈 你就带两句人身攻击 你有意思吗 我会吐烟圈 我给你妈圈里头 谁不会啊 我会吐烟圈 我给你妈圈里头 我他妈不会吐烟圈 我会拿路沟 我给你脑瓜跑眼 不然你再变成天仙宝宝 你这合法吗 有啥不合法 你告诉我呀 我操你妈 你试试呗 那你试试开始吧 来你给我跑一给我看看 来你站我面前来 来 你跟哪来 我问问你 来你现在你站上来 你把脑子 你现在脑子 就你直接脑门 顶在手机上 你敢顶手机上吗 来来来 你顶上 你让我听着 你说话区别 来你顶上 你现在像我是 你脑门直接顶手机上 你说你把我下来 你说 你开滚的 你说呀 没什么给你整着死出 你看好了 你看好了 你看我这个戒指 你看看这个戒指 你看不看这个戒指 这戒指你看见了吗 这个戒指 看见了吗 仔细看 你现在给你打 跟头 他妈一下给你 打他妈床那头去 你妈 跟他妈谁俩 打 你竟然精神胜利法 有意思吗 你竟然精神胜利法 那怎么 怎么不精神胜利 你告诉我 你怎么呢 我他妈那个意 我牛逼 我现实粉丝送手机 我一年收俩 咋的 我气你肝疼 有钱来买我这义 你吃屁 露气巧克力 苏龙蜜 白蛋地 不给你那里地 你能把我怎么地 把你气出大肚屁 大肚屁判你残 把你残抽大脑炎 明天我去考研 操 口条挺好 就是不让在正地方 我他妈用正地方 你他妈闹正经课 我他妈给你闹正经课 我骂你一句了 我骂你一句 是不是你他妈嫌骂的人 你他妈能骂过吗 你说那B玩意说的 那咱就不能不骂人吗 你现在是看着他们WWF 现在是摔角冠军 以后我打你一拳了吗 你他妈敢打吗 我跟你讲 要不是今天家里 我这样骂你 你家里那是萝卜 今天外面月亮圆了 你妈变身了 你妈四脚朝天呢 操你妈 你妈变身了 你妈大石了 你妈被关系过立位了 你妈又露钩子过来 你以前赶紧把你妈 从坟里挖出来 换个兽衣吧 你妈炸了 你妈炸了 你是小学生啊 就会这大词 你爸死啥没了 反弹无效 东指巨号 你啥能说不了 我帖子 父亲还紧随其后的感觉 你他妈全家紧 你们全家前后脚 一起过奈何桥 一碗梦伯桑分子喝的 现实他们没忘了 他是你爹 这边也是你家旁边的 小他妈雪纳瑞 你现在连你家雪纳瑞 你都不敢 那是你爸 你上辈子油存的记忆 你妈现实是狼人 你妈保留的狼人本性 你妈一到月圆的时候 你妈出去抓耗子吃去 你逼逼啥 你妈出去抓耗吃 你妈天天晚上装AV女优 穿两个 他妈这开裙子 你妈现实四肢着地 你妈一嘴大聊牙 跟你脑门咬俩窟窿 你还得他妈当天线宝宝 你他妈上东海龙宫 跟他妈在刚才那俩撒逼 一起打斗地主 四个二代俩王 要你俩人他妈 给你抓着空空一顿杵 我明年要考研死客 你唱词啊 你咋不对你家里人说呢 我操我他妈有那么什么爱好 我像你这没事跟你妈唠嗑 你没事鼓动你爸 上司咋说鼓动你爸 整个避养老汉兵鞋 划他们140卖速度下楼梯 当时给你爸后脑瓜 磕的跟他们楼梯形似的 你爸脑瓜当时磕的 跟他们脚趾似的 后面带个大坑 你妈你现实 你妈他妈关立柜里头了 你给你妈门扫下 扣他妈立柜里 你妈出都出不来 你坐在上面 你还装上太上老军了你 一天给你能耐的 你拿个避养 你还成仙了 一天一天上麦 你老觉得自己语言挺有攻击力的 让你展示 你又展示不出来 让人光光骂你 光光止迪的一个骂 你要一个电炮 就跟打床位 你天天跟着吹牛逼 你大白天 你方便说话的时候 连我 臭你妈 晚上你说鸡脖毛话 你说话 你妈那屋歇活的 你在影响到客人 你把我身上大饭放大 你的客人 你妈客人都停下来 你妈那边不买账了 说这小叫找 我给他开个见长 臭你妈 你妈那单他都不买了 你还当心不听 你的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你妈替你负重前行 不对 你爸 你爸是骆驼 好 你爸替你负重前行 你爸是三海经里面 那个囚牛 你爸让人大杯 直接立地上 给你爸来腰斩 乡地上了 爬都爬不动 死地上了 你爸大王吧 闭测阳里 上胡 上胡 说话呀 探机毛气 咋的 要断气 要死啊 上他们阴操地府 找你太老去聚集一下 你太老到时候跟你告状 完了 卢钩都像刚才那笔墙走了 咋 等他们联系去 那干啥呢 跟这 啊 谁他妈找我 你认识他 我操 老弟有人认识你 你先下去趴一会 来了 搁几号卖剧呢 你搁几号卖剧呢 完了 你别想现实 来给你开皮的了 完了 来开皮的了 有认识你的了 这笔子 要看 婚礼 你把照片放在这 他很明显 我都不会 挺变态 两方土地 你等会 你等会 有人认识 你的来找你来了 什么的啦 说呀 说话 说话呀 让三三说话 先撒在人群里老鸡毛壳 拉他上麦了已经 你再说鸡毛哪有壳 哪有声啊 来 隔这儿给大家说 怎么的啦 我跟他说两句 你认识他 我认识他 我给他拉上来 你俩现场对峙 小巴尬 你能听到我说话是吗 你俩互相都能听着 来 小巴尬 说话呢 她问你声声 耳不耳熟 你把那边关了 你别吱声 你听我说话 你耳熟吗 你知道我谁吧 我知道啊 咋了 知道我是谁吧 啊 怎么教育你的 啊 怎么教育你的 啊 怎么教育你的 你妈来了 我今天 平时怎么教育你的 怎么教育你的 啊 怎么教育你的 你给那头 你给你那头那个 B站那个播放 你先关了 有回音 你不要跟我 你不要跟我微信私聊 我不想跟你私聊 在群里怎么跟你说的 对呀 我今天在群里说的 我也做到了呀 你不要跟我 你不要跟我微信私聊 我想下 我想跟你说 你把那个B站那边先关了 声音 啊 行 好嘞 你这 你俩在这儿落得好呢 啊 行 好嘞 啊 完了吧 你妈来了 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啊 群里白教育你了 是吧 白跟你说了那么多 是吧 我今天是不是啥言论我没发表 我就是问问她 你有什么不能私下问吗 非要上来问 没跟你说吗 你问的那些问题没跟你说过吗 不是 我不是我就是问问她 这些事儿 我也没发表什么言论和观点 你没有发表吗 不是你 不是你说的没有什么意义吗 不是你说的高铁开到那些地方 没有什么意义 这不是你的观点吗 那是我以前 我这直播没这么说 之前 之前你在群里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大家没有回答过你 是吧 没有跟你说过是吧 没有教育过你是吧 我在说 对不起我们吗 你对不起我们这么多天 好生好气的跟你说话吗 我常常我没改吗哥 我今天是不是好生好气跟她聊的 你改了吗 你改了哪 我请问你 你改了什么 我说我真的 我一点反对言论我也没发表啊 唉 你给我气笑了 我给你解放我扩张理 你知道吗 我就是跟她说 我问问她这个高铁的事儿 然后再问问她学校里的事儿 我问问她 你不能接触她吗 我给你解放我扩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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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来说话的吗 我二没说中医药啥的 你说那些话 对呀 你说不是中医 你说的高铁那些问题 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今天也没聊私有话呀 我今天也没聊私有话呀 基础服务你有没有享受过 这跟私不私有话 有什么关系 我就说这些公共服务 基础服务你有没有享受过 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肯定有享受过 有说过你还上来问什么 有说过你上来问什么 我请问你上来在问什么 你是嫌得不聊吗 你还是太寂寞了你 我们那么多人陪着你不够是吧 你非要上来问这一句 险着你了 不是那我不寻思 他是个主播吗 正好是聊天的 你们也不是说专业整这种的 不是这跟主播主播有什么关系吗 但是专业接高铁的 他懂 但是专业接高铁的吗 说他懂 吃我奶油 不是我今天我就问了他 就这个高铁 我们都不懂是吧 我们不配是吧 我就是问了一下 我们不配跟你唠嗑是吧 你就是问一下 不是姐你听我讲不是不配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更专业一点 毕竟他是专业的主播嘛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更专业一点呢 你要是觉得他 你要是觉得想找专业的 你为什么不去高铁问呢 那高铁是我能接触到的 你要是 对啊 高铁不是你能问得到的来用 你要不去找 你觉得那些层次高的人 你问不到 你要不要问问那些高铁的 那个服务人员什么的 不是我今天就是心血灵潮 我想起来这个问题 我也不可能先找一个吧 你帮我找他 我找他跟我问问 城里的人不够你找吗 城里的人不够你找吗 他们的支持量不够方档 不够不够直闹的是吧 不是这不挺晚了吗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休息 不是哪天我们跟你落 没落到过12点1点多 你好意思吗 你说这话 不是那基本上都是周末吧 姐 那就是说 周一到周五 周一没有落吗 不是 那是因为你说你要上学 你要早点休息 我们觉得你这个学生 还是以学业为主 所以让你早点睡觉 不是我们没有时间 懂吗 你懂好赖吗 懂懂懂 就是因为你是学生 我们一直好生好气 人你到现在 你大把你大把换个人试试呢 你大把换个成年人试试呢 你信不信我头给你骂烂了 我今天真没发表什么观点吧 没事 行了你话说完了可以 你话说完了可以不下去吧 快点 你快点焦滴滴 你给我整个焦滴滴 快点来 我换一下情绪 你看焦滴滴 给你放这 它下去了什么 它下去了什么 它动了 我先给你挂了啊 来 小鼻仔子 来小鼻仔你别走啊 你这层关系啊 大头影 早的啊 你这么厉害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头像 怕了没有 怕了没有 我错了 我错了英格 真错了英格 还得他妈是有一屋闲一屋的 好好好 错了下去吧 我这人不强人所难 去吧 我真错了 真错了 以后别再犯了 好好学习 我以后我说 我说白了 我保证 我这好好学习 我说这笔 我上了这两天说爱国了 好好好好 好好学习啊 关键我这次 我这次跟你聊天的这一整段 我确实也是以爱国这个前提出发吗 是吧 我想问一问 就是你就是给那鸡蛋里挑 你给那鸡蛋里挑骨头呢 我们也不傻啊 就少以后少干的事 试着从正向去理解一个问题 好不好 去吧 好 啊 嗯